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 黎巴嫩啊,敞开你的门户,好让火吞灭你的香薄树 松树啊,哀嚎吧,因为香薄树已经倒下 雄壮的树木都毁坏了 巴山的橡树啊,哀嚎吧,因为茂密的树林被砍下来了 听牧人们哀嚎的声音,因为他们荣美的草场毁坏了 听少庄狮子吼叫的声音,因为约旦河边的丛林毁坏了 耶和华我的神这样说 您要牧养这将被宰杀的羊群 那些买了他们的宰杀他们,也不算为有罪 那些卖他们的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了富足的人 他们的牧人并不连续他们 因此我必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啊,我把他们个人交在他的林社和君王的手中 他们必摧毁这地 我必不救这地的居民脱离他们的手 于是我牧养这将被宰杀的羊群 就是羊群中最困苦的 我取了两根杖 一根我称为恩宠 另一根称为联合 这样我就牧养了羊群 在一个月之内,我除灭了三个牧人 我的心厌烦他们 他们的心也讨厌我 我就说 我不再牧养你们了 那将要死的,让他死吧 那将要被除灭的,让他被除灭吧 那些余剩的,让他们彼此吞食对方的肉吧 然后,我拿起我那根称为恩宠的杖 把它折断 表示要废除我与万民所立的约 纳约就在当日废除了 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群 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 我对他们说 你们若看为美,就给我工资 不然就算了 于是,他们乘了三十块银子做我的工资 那时,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把银子丢给陶将 那银子就是他们认为我应得的高价 我就拿了那三十块银子 在耶和华的店里丢给陶将了 我又折断那称为联合的另一根杖 表示要废除犹大和以色列之间的手足之情 耶和华又对我说 你去取愚昧牧人的装备来 因为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 那些快要丧亡的他不看顾 失散的他不寻找 受伤的他不医治 强壮的他不喂养 他却要吃肥养的肉 撕掉他们的蹄子 那丢弃羊群的无用牧人有祸了 愿刀剑落在他的绑臂和他的右眼上 愿他的绑臂全然枯高 愿他的右眼完全失明 这就是不过来的 所以呢 我记得你了